至海鸥 至海鸥 这诗算不留穷 人倒是白白净净 是不是 还真不委屈了海鸥这俩字呢 师父 共党真会拿银签诉换一个副组长吗 当然不会 要是你 你会换吗 晚上十点 让我带银先生去中楼广场换人 水谱的目标是我 欧阳同志是受我连累的 我去把他换回来 钱叔 欧阳同志约到老帅 如果没有他我们就见不到老帅 可没有你 就算是见到了秦老 有谁联络唐思源啊 杰盛牛 现在问题不是谁换谁 而是敌人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机会上 绑架了欧阳同志 我觉得局长说得对 咱们电话里刚刚订了 晚上八点半与秦老见面 而且唐思远那边也是因此 把作战会议推置到了十一点 就在这个时候 水母居然绑架了 唯一可以促成和秦老见面的人 这绝不是巧合 那你的意思是说 绑架坏人纯粹就是幌子 他们的认真目的 就是要破坏今天晚上的劝勤计划 随时推测 但极有可能 幽阳见面 只有我们几个人在查 敌人怎么会知道呢 市长 敌人极有可能是切听了电话内容 我们查过了 您办公室的电话 是一级加密专线 敌人做不了手脚 可是秦老那边是公共线 如果敌人想切听的话 在基础上是有可能 百密艺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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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去查 我们已经去查了 可是 横跨大半个松江的线路 需要时间 这首诗 是什么招魂符我是不明白 当年一个告密一个提死 这才把秦贺年给救下了 现在秦贺年因为一通电话就转了信 居然愿意见共党的市长和英谦素 除了当年那笔债还会是什么原因 还有盘石给局里去了齐垫 说唐司令定在了今天晚上十一点开会 大半夜的他唐司令梦游啊 不就是等着英谦素去见秦贺年 帮他求这个救命稻草吗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个女工能在我们手里 不管英谦素去不去中楼广场换人 我们都不用理会 只要在这里我们就赢定了 放屁 没出息啊 真是 没信用 中楼广场晚上十点是我们定的 不去不是没有信用吗 是不是 师傅 可这又是为什么呀 是 英谦素虽然不会来 他共党专案组难道不就他们的副组长吗 肯定大张旗鼓重兵出击啊 那个时候迪在明我们在暗 难道不埋伏他们吗 可是 共党专案组不是我们的任务目标 杀得再多有用吗 当然有用啊 第一 第一 合上的眼睛 共产党不能只用一条人命来配 第二 共产党那几个枪手有点意思 现在不趁早铲除了 到时候杀英谦素的时候 会挺麻烦的 第三 对啊 我也想菩萨行长上流点血 我也想只要英谦素一条人命 可有人就是偏偏不干要跟我作对啊 已经八点了 时间不等日啊 看来至于我先用电话通知秦老 暂时推迟见面的时间 暂时缓一缓 杰叔啊 你还得想办法尽快联系唐次元 告诉他我们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 不能很快见到秦老 让他多少 有些思想准备 好 至于你们专案组 我只有一句话 在此千金一发 不管想什么办法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必须立即找到苏文谦 而且 要积极救出欧阳乡林同志 是 没错 就是他 他买完药还在这儿打电话了 他都买了些什么药 点酒 纱布 黄氨 都是普通的外伤药 我收到你们公安局通知了 卖外伤药要有验商者 他在胳膊上真有一道刀伤 他说是自己不小心划的 你再帮我回忆回忆 看还有什么细节 除了买药跟打电话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啊 他买完药掏钱的时候 还掉了点别的东西出来 您要的纱布 点酒跟黄氨都齐了 多少钱 高档饭店的钥匙牌 你怎么知道是高档饭店 一般的小饭店啊 都是木头牌子 用木笔写的房间号 他那个钥匙牌高级啊 是同志印花的钥匙牌 现在松江 是什么饭店 房间号是多少 这我真没注意 你再回忆回忆 哪怕有一两个字都行 当时忙着收钱 就扫了一眼 真没看清楚 是太不好意思 该说的都说了 这个您知道 以干锡店与药店为中轴延展 这片街区 正是松江最繁华的市中心 也是高档饭店最多的一段 暗杀主的落脚点 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而要排查出具体是哪一家 需要相当的时间 喂 苏教官 我发现了一些案情线索 我现在正在调查 咱们原地不是八点半 有保护英先生的任务吗 我想跟组长请示一下 如果你们人手够的话 能不能 你说什么 喂 喂 我的车 到公安街去许车 什么人的这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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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就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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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啊 甚至什么 公开了吧 有备务换了 毕竟这么大的行动 谁能保证万无一失 是 干这一行 一定要 为严省先私败 永远给自己留好手 是 您进 市长好 报告局长 技术科的同志 已经把秦公管外线电话 全部查了一遍 没有发现任何破损 和加工的痕迹 这么说 窃听不是从电话线桌上 做的手脚 那就只剩一种可能了 电话局内部 对 技术科也这样认为 已经派人去电话局查了 苏文谦呢 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能等了 市长 局长 我申请马上做好 武装营救的准备 你意思是 事长 利先生 能不能借您身上这件衣服拥有 你回来了 可以的 你这是干什么 我问你 你这是干什么 敌人可以假扮光学师 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其人之道换治其人之身呢 光学师是先我没人见过的 而殷先生是他们蓄谋已久 从里到外都研究透了的目标 就凭这身衣服 你认为能瞒住他们多长时间 十秒钟 二十秒钟 还是一分钟 如果我们去了 还有机会救欧影 可如果我们不去 就彻底放弃了 无论是为了前线的大局 还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我们都该去 我们责务旁贷 对 就算喝出来大股是一百来劲 也要把副组长救出来 算王秀全一个 还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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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还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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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 追母组指定由我出面外 operational 对 可是之前我们答应过你 你不用参加我们的具体行动 这次钟楼换人 我去 等一下 打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师父 还行 烧得不算厉害 撑几个小时 没问题吧 师父放心 我撑得住 好 那就好 师父 你说 我这只眼废了 是不是 是不是以后 我对您都没用了 好 我们 是一家人 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不会的 你看 是 你就身负重任 谢谢师父 任务完成以后 我会通知你 把人质杀了 然后到车里点几盒 是 是 当然我说过 我以言胜 先死败 是不是 是 你 是不是 不 不 是 我不会忘记 你好 宋江电话局 好的 请稍等 你好 宋江电话局 好的 请稍等 什么 取消毁灭 老帅等了这么久 你们一会儿说推迟 一会儿说不来 到底怎么回事 能让那位姑娘自己说明一下吗 那好吧 老帅 是共党闻市长 他说 三年前 你看清那个姑娘的长相吗 当时就那么一眼 这又过了三年 你要说记得有多清楚啊 老帅 您担心 她是个冒饭户 这臭媳妇也得见公婆嘛 事到临头又不见了 所以 心里发虚吧 老帅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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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老到 不能动胳膊呢 你去 我打门锁上 睡觉 睡觉 我看起 站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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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站 站 胡椒 胡椒 清姐 工他们市长给秦家打电话 正式取消今晚毁灭 在秦家外面不防的共军 刚刚也已经全部撤走 师父 不着急 再等等 走 宋江站一号安装通报 工糖专案组自秦家乘一辆军卡出发 车上手术有十几人 长短武器齐备 师父 现在是晚上九点半 从秦家到钟楼广场的车程 是二十到二十五分钟 共产党的雄诺和约定的时间 完全一致 是 该性能够翻 是 北方 那个 山棱 冷桥 还有震鹏 都见过苏文谦 只有你没见过 你要记住 等到共产党到了以后 务必 等到苏文谦下车 接电话 确认目标 等我下令之后 才能开枪 师父 为什么非要定苏文谦当联络员啊 这第一啊 只要他出现了 就说明共党 没有留下后手 是真的相信 第二 到时候肯定是多方交战 是不是 一旦搭起来 子弹无眼 明白了 二号报告 车队刚刚走过了被当落 转接了燕子响 好 好 收到 师父 二号案犯报告 目标有处被当落 走的是燕子响 目标已出燕子响 进入杨浦路 三号案状报告 目标已出燕子响 进入杨浦路 来 过个燕子响 怎么会花几分钟 燕子响那一带七弯八拐的 里面住的又都是一些小商贩 晚上收了摊 基本上都停在路边 卡车经过可能是有些多 通知下去 通知下去 目标距离中楼广场的车程 大概还有十分钟 上去准备 收到 如果火不 dermat 呼 rip 呼 咳 喂 你在息子腓 行啦 不用看了 这是理查饭店四零二 我们水母组的据点 九点五湿 你还能活十分钟 幸运的话 也许能活十五分钟吧 那就得看你的战友 能不能晚死一会儿 你怎么意思 你的战友 正敢去中楼广场救你的命 他们不知道你根本不在那儿 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伏击 十点一到 啪啪啪啪啪 啪啪 不用担心 我们水母组的枪话都很准 他们不会痛苦的 不用看了 这离中楼广场很远 其实我把窗战打开了 你也看不见他们是怎么死的 今天上午在医院里 今天上午在医院里 你这只眼睛 就是在窗帘落下的那一秒钟 被人打架的吧 难怪你不敢把窗帘打开 你是不是怕这窗帘打开 你另外一只眼睛 也会被人打架 你现在心里是不是怕她要死 怎么不说话呢 怎么不说话呢 你刚才不是话挺多的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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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我们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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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我东西 这是你的心肝宝贝 你给我放下 放下 没有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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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联系方静芙 现在 我们抓的那个女共党 共产党未必不会猜到是电话卸了命 如果猜到了 我们在电话局的内线就有危险 这样就会反过来给我们布局 所以你现在马上联系方静芙 确保内线的平安 是 你说什么 若是电话局的内线是否平安 也就是说 共产党随时可以插到他身上是吗 混蛋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可是让他直接跟我联系的 如果共产党要是插到他身上 连我都得玩 您好 松江电话局 什么 我这边还好 没什么异常 就是 一天一夜没下班快撑不住了 我再不下班 同事们也该齐了 你再撑一会儿 等那边行动一晚 我马上给您打电话 你立刻撤 还有 好 共产党随时可能查到电话局 老云 万一出了事 您放心 我早有准备 师父 核手过了 电话之内先人让平安 师父 试试书吗 诗店长准时打电话 是 全体都有 一会儿 等共党出来接电话 确定是苏文谦之后 听我命令 一起向卡车开火 车内共党 一个不了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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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傅 师傅怎么还不接电话 师傅 说 怎么还没动静 师傅 我是冷静 躺不躺 师傅 我们到底在等什么呢 苏文健如果在吃饭早就下来接电话了 他赶紧再说 多说吧 师傅 等等 再等等 再打一次 是 听我说 如果三十秒内 苏文健不出来接电话 就证明他不在车里 那就是共档耍炸 到时候一起开枪 先打司机 让共档动不了我 再打车厢 苏教官 你快接电话 你快去接电话 苏教官 苏教官 快去接电话 苏教官 苏教官 快去接电话 苏教官 你不要管我们这边 快去接电话 苏教官 苏教官 快接电话 快接电话 苏教官 开开 听我命了 这次钟楼换人 我去 除了我 你们谁也不能去 为什么 因为池铁城就在送江 这次钟楼换人 是他故意制造的陷阱 怎么说假工鞋师就是池铁城 我也没有想到 从一开始 就是他亲自率领的暗杀组 直到今天上午在医院见到我 他才故意制造了这次的见面 他想干什么呢 他想劝我回暗杀组 你刚才说这个池铁城 是约你去星光电影院见那边是吧 是的 好 按你说的 他想拉你回暗杀组 这是私底下该谈的话吧 他为什么要把你遇到一个 那么人多眼杂的地方 可能他一开始就知道没有多大把握 能够劝动我 电影院人多 散场的时候好脱身 不过后来他确实因为这样 才甩掉的我 好了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苏家官 你刚才说钟楼换人是个陷阱 为什么 如果是您 您会拿英先生去换欧阳副组长吗 就是说 池铁城在提出要求换人的时候 就知道 我们绝不会答应 他也绝对不会真的带欧阳组长 去钟楼广场 就算曹组长去了 也不可能救到人 可敌人扣了欧阳同志 已经阻止我们见秦赫年了 何必多此一举呢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不单要阻止你们见秦老 还要利用这次机会 打专案组的伏击 对专案组大开杀戒 大开杀戒 为啥 过了今晚 他会找机会去杀英先生 这是他的任务 而且他一定会去完成 趁着手上有人质的机会 除掉专案组的主要保卫势力 这样提前可以去掉战案 这是第一 第二 是因为我 他想劝我回暗杀组 我不但没有答应 还当场发誓 不会让他再杀掉任何一个人 所以他就向你示威 杀给你看了 而且杀得越多越好 他知道我们一定会去救欧阳副组长 所以才把地点选在了广场 你们看 广场周围全部是高楼 海关大厦 远东大厦 松江大饭店 整个松江有一半以上的高楼 全部集中在这周围 如果要打伏击 别说藏几个杀手 藏一百个人也轻而易举 只要暗杀组 占据了其中任何几个区高点 就会对整个广场和周围的环境 一目了然 这确实是打伏击的绝佳地点 如果我们武装介入 就等于洋入虎口 成了敌人的火把子 可如果我们调动重兵 打算把广场整个围起来 恐怕 还没有接近广场 敌人就已经发现了 连接整个广场的大街小巷 四通八大 如果暗杀组想要提前撤退 轻而易举 而且 一旦持铁城打不成伏击 第一时间 他就会死票 spread 握手 握手 雕刻折抱歉 颤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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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